那就是德行 故德行指功德于行业 行为造的业 行为造的业它属于功德 那这里我们就会想到 梁武帝跟大摩祖师的故事 梁武帝干了很多好事 佛门大呼发了 替佛教建了480个寺院 建一个寺院的功德就不得了了 他建了480个寺院 规模都很大 你看看护士供养 几十万出家人 他感到很荣耀啊 功德很大了 大摩祖师来了 向大摩祖师请教 我这功德大不大 大摩祖师是个老实人 说了真话 说的并无功德 这一瓶冷水 叫到梁武帝的头上 把梁武帝的无名火叫出来了 送客 不再讲话了 送客 以后再没见面 梁武帝也有一点后悔的意思 没有想着请教 但是命运这问题 顾了命运这问题 不去 看大摩祖师 事是好事 不着相 就是功德 那功德不得了 着相是福德 着了相 将来国报 在天上 哪一成天呢 欲欲借天 为什么他欲望没放下 所以他最高啊 也不过是升到 桃花子在天 第六成天 你看 他很有脾气 听到不想 不爱听的话 把大摩祖师赶走 这个全得了 所以他这样的行为的时候 我们就知道 他升天大概是套礼天 不可能再往上面去 夜摩天以上 都得有点定功 他没定功 你看一句话不好听 无名后继起来 所以我们可以判断 他最高啊 是套礼天 这个功德与行义 你的行义 断无修善 这是你的行义 不着相 我们要做到的事 不分别 不知主 别人问我们 你做了这么多好事 我们要说老实话 我没做好事 好事都是别人做的 功德都是他们的 这对了 我只是说说话 出出主意 多少人在那里做 功德是他们的 汤区小镇做成功了 我哪有功德呢 我只是动个念头 老师们的功德了 他们辛辛苦苦在教学 互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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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又行 我只想 互相 互相 是 互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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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太夸大了一点 别人不跟你做 你这个功德等于零 随着功德要退 要让 这才叫功德 南朝 484 梁无敌没就搬一块砖 没去放一片瓦 他有什么功德 都是工人做的 都是那些设计师去画图 这些工人施工建造的 他不过说一句话而已 怎么可以鞠躬 所以一定要了解 一个人站去站去了 站不去 这是属于英国的道理 英国的教育 我看到他在旁代的 那个地方 有什么事 这身工人状伤了 被试不吞